一支被消失的队伍 一段在藏备高原殉藏的传奇 一个悲天悯人的故事 纪录片雪上 扣吻意志与信仰的力量 为你解密63年前 敬藏先前年 非秦皇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藏备高原气候恶劣 人眼稀少 阿里全境几乎全在冻土待着 土地不长庄稼 只有很少的地方才能种出青棵来 人们只能靠放牧打猎为生 先前年到达的阿里地区 总面积34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德国或者三个中国浙江省的面积 只有不到三万人 生产力十分低下 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 身为奴隶的藏族山民除了要抵御血于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侵蚀外 还要深受奴隶主的盘布与压障 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 当地的老百姓都是投人故宫了 除了有两个县 比如说像这个普兰县和闸大县有一部分的农业以外 阿里大部分是靠放牧 1950年10月25日 先前连从藏北凉水泉又向前推进了310公里 进入藏北纵深 到达了渣麻芒宝 这里属于改革 格吉 三克尔 三区交际的地方 渣麻芒宝海拔4500米左右 到头都长着一种真叶草 叫渣麻 因此这里取地名叫渣麻芒宝 先前连到达这里后 四处寻访着还对解放军十分借费的藏族人 向他们宣传解放的意义 宣传党的政策 并将自己及其有限的食品 衣物分拔给贫困的藏族山里 逐渐使他们打消了顾虑 开始接近先前连 一些藏族人还大胆地搬到了先前连的驻地周围 他们友好的称先前连为驾暴 也就是朋友的意思 称解放军为君主妈咪菩萨地 称解放军 1950年10月7日 就在先前连继续向藏北复地突进时 解放军西南主力部队 开始了解放西藏的大进军 西藏嘎下地方政权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 不接受中央和谈的要求 他们集结藏兵从国外购置武器 准备将解放军阻挡在川康昌都一带 毛泽东当即命令西南西北野战军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戒 不使陆网 10月18日 长都守军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 藏军第九代本主管 三个网堆宣布起义 随后阿佩阿王俊美 也率六个代本在长都宣布起义 向解放军投诚 长都战役彻底动摇了西藏嘎下政权的根基 西藏地方政权终于同意 与中央政府重新开始和谈 1950年10月28日 王震根据中央关于昌都战役后 进藏部队原地待命 等待和谈结果的指示 电灵到达扎马芒宝的仙前连 停止前进 就得做好越冬准备 这是一道看似简单的命令 但是对于仙前连来说 执行起来却犹如困在血域之间的雄狮 在日后藏北360天的坚守度 仙前连 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扎马芒宝的冬季 比阿里其他地方来得更早 刚进10月 就下起了面粉式的大雪 四处一片雪坏 温度已经降到零下三十几度 高寒缺氧 没有后勤补给 先前连在解放上租百姓的同时 碰到的首先是自己的生存问题 改泽县 扎马芒宝那一带 大概海湾要将近前 我对改泽的印象就是 除了八月份不下雪 七月份九月份都下雪 一个人朝前面走路走不动 风挂都走不动 而且气冲的你就出不来气 就推着楼 推着走路 先前连带来的帐篷 在长途跋涉中损耗大半 为了能在藏备扎下根 逼住脚 逼第三决地 就地挖地窝子建营坊 先前连就在扎马芒宝过渡 藏备留下三十几度的严寒 已经冻得坚硬无比的土地 以铁稿挖下去 只能溅起一束冰铲 地上什么痕迹都没有 战士们想尽办法 硬是用刀砍 用火烤 挖住了一座原始地窖式的银房区 先前连的人和战马 才有了一个能够避风雪的地方 冬的都不行啊 冬的那个 羊过来又从中的在长途 跟人们都牵着 挖着后骨都疼 你不打也不行啊 人们没出错 那个地方呢 你还不说 这么个山 这么个曼山子 这边是羊 这边是银婆 我们这次是银婆 这个羊婆 这边 就把这个冬的 挖进去 突然终于挖进去 里边就 掏掏掏掏掏掏 大量 多个三四个人就行了 先前连进葬前发的冬衣 经过几个月 木爬滚打后 已经衣不遮体 许多战士的军服 完全是用装粮制的麻袋 缝不起来的 最多的一件军服 缝了有三十几个布地 足足有十几斤重 那年纪了都 来就了就不行了 怎么办呢 就用那个口袋 就回去托了麻六点 托了那些 粮食的那些口袋 吃好了不少 这来的呢 这夹上一块子 这来的 夹上一块子 穿那个鞋 鞋没头了 十一的脏备进入到大雪丰盛的冬季 先前连已经断粮了 他们开始通过自救 考猎取野猫牛 来补充吉亚 没脚步 你说他人的我死的大死的 喝得了 别老再度 永远有我给我伤害 不是人难得看 收入啊 天队就知道 我喝腿一喝 是少 但是那个你不见偏 由于大雪封山 新疆运输队上不来 后方的吉养供给线 完全中断 先前连到了断粮 断盐 一切生活保障用品 完全断绝的困难境地 先前连在告急 一条消息通过无线电波 传到了军区总部 新疆前往阿里的 驼队运输 犹如与先前连 链接的生命大动脉 运输队上不来 先前连将陷入绝技 新疆方面也十分着急 他们先后派出 三级驼运队上山运粮 全部宣告失败 王审再次发出指示 要不惜代价 接通运输线 1951年1月 已知1700余头生畜的救援铜队 若冒雪出发了 这一次翻越昆仑山 驼队又散失了几乎所有的神父 牺牲了三名队员 只有一名叫肉资 托胡提的驼姑 赶着还活着的两头毛牛 往着深入危险 一路颠沛 才将仅剩的1.5公斤咸盐 和7个囊饼 送到了先前连驻地 新藏公路收通以前 从往西藏的那个中间屋子 基本上靠水利用户来完成的 当时五十年代 新疆军区和地方上 组织两千多个骆驼 和一千多个毛驴 把那个屋子呢 送往阿里地区 从1950年8月1日 先前连进藏那天开始 新疆和田地区 先后组织了四万多头牲畜 陆续进藏拉运后勤保障物资 每一次运输都组成一条首尾相连 可达十公里长的驼运队伍 每一次驼运都有90%以上的牲畜 倒闭在驼运线上 这条新疆运输线 事故变业 真正能运到阿里的物资 不到十分之一 有一个阿布莱特警民 他就坐在那个窗户变还变长 突然间就倒过床 我把他背上 就是日途向人民区 从他背过公路以后 睡在医院里面就死了 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然后坐在车里 我抱着我回来 他和我关系最后 心脏功能 这么死掉了很多很多的人 都是因为高原病 高原疾病 得不到继续治疗 截至上个世纪90年代 心脏运输保障线 一直持续了40年 前10年 主要以牲畜运输为主 后30年 以汽车运输为主 心脏线极其险耀 每一次翻越 昆仑山向阿里 拉运物资 都会发生 车毁人亡的状况 当时新疆人民政府 对运输单位 每年往阿里运送物资 特地制定了货运指标 和人员死亡指标 在扎麻芒芳 过头 大雪从那闪了 先进的运输就找到了 冬天的扎麻芒芳 天天下着大雪 后方的运输线 完全断绝了 坚决执行毛泽东 进军西藏不知地方的命令 坚持遵守不知群众的 三八国父 不仅造足民众 沾房遇寒的纪律 先前连 显入了生死绝境 所以今天到这来了 用木材用撒拉 这个木材用撕得有 都不能用了 大家就想了个办法 说那个面子上的这个木头 这个板子写下来 我说要那个棉花 撕撕好好的 撕上那个 中大那个圈圈子 开始两个就给我刺了 咦 咋刺是人家的 大人一直可以 又活了 在当时 因为战略需要 先前连碰到的生存困难 始终对外界是保密的 说得不好 对我 见我我们的学生 都不得一人一下 就不像个人 哪个人说 在那个学我 正前正式的金融家 由于饥饿和高原病的严重折磨 先前连开始突现了人员连续死亡的状况 弟弟三向全连提出了口号 一定要争取活下去 能够活下去 就是先前连最后要完成的任务 为了能活下去 先前连想着各种办法自救 坚守禁就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因为当时是毛泽东他们那一代老一代 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曾经经历过藏区 直到藏区 实际上基本的生活物资是匮乏的 如果有大的部队进去以后 不论从地方争 还是从地方买 或者从地方换 都会对老百姓的生活 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没有食盐 没有任何调味品 长时间吞噬着半生不熟的瘦肉 人的肠道系统受到了完全摧残 身体开始浮肿 溃烂 肠道无法排泄 先前连一百多人 全部出现了高原病症状 死亡在一步步逼近这支队伍 这咱们的毛泽子最短 不多一个月 三十来条 死的是三十 三十 三十死我三十六个人 都是我最后的死掉的 1950年的冬天 先前连进入到危机时刻 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的人员死亡 战马倒闭的状况 暂时活着的人就看着连部 只要那里的火堂没有熄灭 地窖里还有党员在挥手 战神们就觉得先前连还有希望 彼此想 这位先前连的指导员 连队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就是在这样的坚持住 老学来终身残疾 那马上往上一大 就想那学生的这么红红的 很能歇活似的 这是个什么东西 一会一看一样 在扎马芒宝前往凉水泉检查工作的 三百公里路途中 李子祥和王兴才俩人遇到了大暴虚 他们被阻隔在一座冰山上 一天一夜 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 李子祥和王兴才动坏了手脚 一路摸爬才回到营地 由于没有药品救治 冻伤的手指继续溃烂着 一年后 大部队进葬时 李子祥才动了截肢手术 二月春寒 扎马芒宝 还是冰天雪地 千千连的人员死亡到了高峰期 最多的时候 一天就死了十一个人 埋葬的同志 将个礼物 扑毛起风 把同志告别 回得不好还没有跑到家里 第二个 第二个 死了 不怕 拍照 包括知道 我们拍一 小学生来一个 截至一九五一年五月 千千连已经牺牲了六十余名战士 但是藏北高远 仍然牢牢地控制在 近藏千千连手术 他们孤军奋战 坚守在高远 为西藏和平谈判成功 为中央能够顺利签订 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 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在禁军西藏的部队中间 牺牲比例最高 而且是非战斗检员 牺牲的就是这一支部队 1951年5月 谭管三将军在北京给中央汇报 西藏工作室 向毛泽东主席详细描述了 先前年的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 感叹着一脸说了三个 盖世英雄 周恩来总理听完汇报后说 新疆进藏的那个连队 很英勇 很悲壮啊 同时 周恩来对前来汇报的同志 自得地说 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 我们是有责任的 事后 独比将军左旗评价进藏先前连时说 当时摆在先前连面前 有两条路 一条是坐以待毙 等待冻死 恶死 困死 还有一条 就是团结一心 把困难踩在脚下 在决处去求生 先前连选择的 当然是后者 一支被消失的队伍 一段在藏备高原 殉葬的传奇 一个飞天闽人的故事 记录片雪上 透吻意志 与信仰的力量 为你解密 六十三年前 紧葬先前连 飞禽皇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